第二个是另外一个群友发给我的 让我看看这个视频 大家看 这个视频的特点是什么 是它的字幕 它的字幕的特点是 一个人说话 然后他大量的地方用来做字幕 这个字幕 我以前曾经采取过类似的办法 用过谷歌的听写 开始放字幕 那么你也注意到 这个字幕跟我们通常所讲的字幕 是不太一样的 通常我们讲做字幕 是在节目做完了之后 通过某种工具来生成一个字幕文件 然后根据不同的时间线上面 加上你的字幕 那个是一个正式的字幕 我这个是通过某种听写软件 但是他这个是完整的已经纠正过的字幕 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种字幕 因为他带有比较浓重的口音 他担心可能别的人听不懂 实际上现在他已经变成了标准的字幕 那个时候他估计没有多长的时间来做时间轴 所以他这样子长的话 可以避免一个时间轴的精确定位的问题 如果讲那个是全自动字幕的话 这个是半自动的 原来那样子 你要定位精准定位到一行字上面 现在他只要定位段落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折衷的办法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方式的 为什么呢 他给这个观众一定的自由度 如果你是只是一行一行的话 观众有的时候来不及看那一行字 速度跟不上 这样子的话 大概观众可以平衡这样一个速度 我当时不是用他这种用法 我是用着这个动态的随机生成的字幕 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这种可能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 也使用那样一个东西 等我说话的水平提高 还有一方面 那个谷歌的听写 暂时我看到的界面 没有训练功能 如果他有训练功能的话 我就可以训练这个软件 那么就会非常精确 那个时候动态翻译就不会有问题 但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 当时我做那个试验的一个 一个想法是 那种做法比较好玩 因为我说某一个东西 它跳出来另外一个东西 大家觉得玩耳一笑 有一种反差 比如说我说西雅图老胡 他偏出那个老虎的虎字 我怎么样虎虎虎 他都出来虎虎虎 那么大家看到那个字幕的话 有的时候还觉得好玩 但是这个有强迫症的人就讲 绝对不能容忍 你这个说的话跟那个字幕不一样 但是我想理解这种幽默的 可能还是占太多数 但是你这个准确力不能太离谱 你要到98%左右吧 不能老是错字连篇 偶然错一下 反而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相信那一天会到来 所以今天这个材料供大家参考 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尝试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当你的画面比较相对枯燥的情况下 背景不够丰富的情况下 只是一个大头 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供参考的 因为它来的简单方便 顺带讲一下 这种东西滚动字幕 在很多的这个软件里头都可以实现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在软件中实现 你就用PPT去做 我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讲PPT怎么做滚动字幕 然后把这个视频 跟那个已有的其他视频 通过成叠的方式 在你的视频的制作软件里头 很容易就把它制作在一起 这个有趣的材料供大家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